如果你从事业务工作的话 或者是行销工作的人呢 我相信你可能会去一些社交场合 那去社交场合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交换名片 那交换名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就是以后可以跟这些名片上的人 互相做联系、做沟通 拓展你的人脉,对吧? 如果要拓展你的人脉,那目的又是什么? 无非就是要做到生意啊,对不对? 那你要做到生意,你要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你跟这些名片上的人 是不是能够很熟悉 然后把关系变得很密切 但是呢,一般人拿到名片之后 你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回家之后把名片捆一捆收起来 放在旁边,对吧? 我知道你应该跟我一样 但是,那是以前的我 之后呢,大概在四年前 我对我的名片处理方式 就已经不再是这样子了 所有的名片拿回来之后呢 我一定把它数位化 我只要它两个档案 一个是它的E-mail 一个是它的手机号码 当然,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 把它的名字也key进去 那为什么我希望它的手机 跟它的电子邮件呢? 因为你也知道 一般人呢,它的手机号码不容易变更 除非有事情 真的有什么理由才会去变更 然后电子邮件呢,也比较不容易去变换 那如果你有了它的电子邮件 跟手机号码的话呢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吗? 哦,太慢了 如果是有手机号码的话呢 我都是发简讯给他 因为我一次可以大量发送简讯 几百个人,几千个人 但是发送简讯要不要费用? 要! 依照您的智商来讲 您应该知道发简讯需要费用 但是发电子邮件呢? 需不需要费用? 答案是,也要!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电子邮件不付费去发送的话呢 你没有办法大量去发送 因为你的系统没有办法一次发送几千封电子邮件 给上千个人或是数千个人 这是很困难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你必须付费 糟糕,我开得太进来了 你必须付费去使用系统 来广发你的电子邮件 你可以发到数千封,数万封 那你支付这些系统的费用最大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跟这些电子邮件上的人呢 保持密切的联系关系 久了久之之后呢 你跟他关系培养起来了 然后呢 你要卖他东西就比较容易 在还没有新任关系之前呢 不要卖别人东西 这就是今天的结论 谢谢! 我要去接我儿子了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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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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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